我們會判斷到就對了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完成之後 接下來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單價是來自於 這個來自於這前面的 然後可以判斷出他 所以這個單價會自動產生 那如果說你希望以後全部都自動產生 你可以怎樣向下 向下填滿 那填滿到哪裡呢 可以填滿到最下面 那可能如果像我們這個檔案是2007的 100多萬筆 不過你可以試情況自己去向下填滿 看填滿到多少 那因為我這邊向下填滿幾乎就全部都做出來了 那底下的話 因為如果他比對不出來的話會怎麼樣 會是空子串 所以有沒有發現 如果底下沒東西的話 最下面這個沒有東西 他就怎麼樣 自動就不判斷 有沒有就不會出現說沒有東西的這個情況發生了 ok 所以這裡的話 第一個這個邏輯判斷 那請各位也試試看 那也就這邊有東西的話 他才會自動出來 所以這裡的話 比如我在一個查 你會發現 編畫也會出來 單價也會出來 其他的話你就自己再做一做 就做完了 不過 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利用這樣的方式來輸入資料 其實是非常的不便利 而且也比較容易出錯啦 坦白講 但是如果你實在是需要這樣做 那 這個也是一種方式 方式之一 那比較好的做法是怎麼樣呢 就是在增加一個什麼呢 增加一個就是表單的部分 就我剛剛講的 所以這邊可以啟動一個表單 那這邊怎麼去做 那步驟都一樣 剛剛有下課同學已經有同學在在把這邊陸陸續續做出來 那在我的雲端白板上面已經有參考的畫面 流程都一樣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名稱插入一個表單 名稱改成home 然後他的caption 有個屬性叫caption 改成XXX消耗系統 那分別加上什麼呢 Label 那對齊我想前面講過了 那還有就是這邊加一個下拉選單 記得這個是combo box combo box 就下拉選單 因為品名的部分我希望怎麼樣 可以讓他自己下拉 然後再加上有兩個test box 一個Label 所以Label的縮寫 我叫LBL D 這是L 不是E LBL D 就是ABCDE comboE OK 然後分別再加上五個按鈕 就完成第一階段 就是表單的製作 那第二階段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這個程式怎麼撰寫 不過其實如果你前面兩個範例都沒問題的話 理論上 你應該可以寫得出來啦 理論上 不過這個感覺是像在考試一樣 如果假設說 考各位 前面都做過兩次了嘛對不對 請各位自行完成這個練習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辦法做出來啦 很難 可是如果你這個都可以自己做出來 以後無論你工作上遇到的問題 通通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系統 那變成一個系統之後 你做事情就會變得非常的清楚啦 為什麼你這個系統 反正你一上班你就知道要怎麼填的 你也不會亂亂的 這東西在哪裡 一下這找不到 那找不到 然後效率也提高了 另外的話 也可以結合資料庫 將來跟別人分享資料 或者是說要給人家資料的時候就會非常的清楚 OK 第一個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表單還有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邏輯 就是剛剛講的如何自動產生這個單價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